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定於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三晚宣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第一階段計劃 這項計劃將會使得多達1萬名美軍在今年年底前撤離阿富汗 據傳媒引述多名國防部官員的消息說 奧巴馬將提出先撤離5,000名軍人,隨後在2011年底前再撤出5,000人 不過白宮發現人卡尼星期二對媒體的猜測提出警告 他說奧巴馬總統將會解釋如何實施他在2009年12月提出的逐步撤軍戰略 在星期三晚的白宮演說當中,奧巴馬預計還將重申美國和北約會在2014年之前 將保安責任完全移交給阿富汗部隊 美國目前在阿富汗駐紮10萬軍人